如果您问我,第一次播种适合种什么植物,那我一定会告诉你,去种向日葵吧,您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。 向日葵出现在梵高的画中,代表着阳光、夏日和旺盛的生命力,也是炎热夏季中少有的可播种花卉。 家庭种植向日葵由于地方有限,一般会选择这种矮身的迷你向日葵。 播种向日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,我们有种子、土壤、花盆以及一些必要的园艺工具就可以进行,特别适合新手尝试。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向日葵的播种吧。 我们所选择的迷你向日葵种子,叫我们常见的瓜子而言,是比较迷你的。 这种带颜色的种子就是包衣种子,包衣种子就是在种子外面加一层含有特殊化学制剂的膜,它可以起到抑制土传病害,促进种子萌发的作用。 这次播种的向日葵,我们选择两种比较火的观赏品种。 比如说这种太迪熊向日葵,它是一种崇拜向日葵,毛茸茸的,外观仿佛一只憨泰可居的太迪熊,萌萌哒。 接下来我们就来播种向日葵吧。向日葵生命力旺盛,对土壤要求不严。 我们只要选择这种一般的通用土即可。 但是它的根系发达,所以你在选择花盆的时候,建议选择这种比较深的花盆去种植。 加入通用的营养土。 并且在底部添入适量的缓湿肥。 浇湿土壤,可以避免因为先播种而后浇水,让种子冲泡一味的问题。 挖一个一到两厘米深的小洞,将向日葵的种子平放播种,这样可以使向日葵顺利发芽。 向日葵是一种典型的顶端开花植物,一般一颗向日葵只在顶端开一朵花,所以向日葵千万不能打顶。 但是现在观赏向日葵已经培育出多头品种。 你看这朵泰迪熊向日葵,它在顶端开了一朵花,但是侧面两朵花在水肥充足的情况下,也已经开花了。 向日葵是最适合新手播种的花卉,愿大家种下一颗葵花子,收获一个小太阳。 补充一句,向日葵是一年生草本花卉,当它开完花之后就结束了整个生命周期,大家就可以把它处理掉了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,欢迎关注台湾花园,我们下期再见。